遇到金宗法门中了特强 你一生就成就了 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 叫真错了 那下面要节要缘 经净土 无你手 顺念成就 待业往生 居下下平者 皆得三不退 五月大肆讲 这很得了我 这是真男性啊 下下平人 一针三不退 一生圆成佛果 此乃设防世界之寿 为极乐所独有 如是 甚已超借 甚是殊胜 那意识不平常啊 因此莫及 就是不可思议 我们言语 思想都达不到 过要结人 非信心之旗之 这是讲真因 为什么有可能 这个真因要搞不清楚 我们的怀疑断不掉 真因是什么 新鲜之极致 新鲜是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也不是修来的 自信本质具足 不但是具足 而达到了极致 极致是究竟约满 不够死亦 这信得了 你本来是佛了 大臣这样讲的很多 不是偶尔一句两句 佛常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之极致 就究竟约满在哪里看呢 在极乐世界 这方式介绍你只能看到一部分 到极乐世界看到大约满 看到大约满 就是你真的大约满 这样才了 然后说 这是阴 阴还要有阴 阴是什么呢 阴是痴迷 持民之奇训 奇是奇特了 寻是功训 弥陀之大约 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大约 何一又此 这就是要不是 心心既知 痴迷其训 弥陀大约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那今此两约 于四十八约中 如剑拔之红心 至于第十八约 那是红心当中的重心 第二十约里头 做阿弥陀智菩萨 我们的心定了 阿弥陀智 是摄于原教 四十一位法神大士 这里面包括有 邓救菩萨 现在的文殊菩萨 观音世之 阿弥陀 地藏 都是邓救菩萨 我们到极乐世界 一生当中 可以跟他们平等 可以赠得旧尽 圆满 妙救佛国 所以 善导大士 跟我们讲到 四十八院里面 五个真实的大院 阿弥陀智菩萨 第十二月 定臣正确 这语气都肯定 阿弥陀智菩萨 往生造极乐世界 臣正确就是臣服 你决定臣服 阿弥陀智菩萨 阿弥陀智菩萨 第三十三月 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 阿弥陀智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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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祝福称赞 那就是 祝福都为 阿弥陀佛做宣传 一切祝福如来 都介绍众生 众生里面 包括菩萨 介绍十八界众生 幸运痴民 求生进度 要么有这些祝福如来 为我们介绍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一运非常重要 下面第十八运 神念彼此 神念彼此 神念道提出 真实的无人 那我在这里 加一个 第二十运 二十运 二十运里面有 做阿弥陀智菩萨 这一运也非常重要 真愿 真实成就 到极乐世界 就杀了 我越知无色 修学圆满 就成佛了 必成成就 到达极乐世界 就杀了 为了迟 这个 不够思议 那么 第十八运 红心中之 忠心 这是 黄年老说的 那说明往生 不难 意思就是说的 极乐世界 这个法门 人与人有分 那 顾顾不 问题是这一三 有没有缘分 遇到 遇到了 要不相信 那真可以 遇到了 就能够 幸运之明 这是 大善根的人 大福德的人 不是大善根 大福德 他不相信 只有善根福德圆满 像弥陀智菩萨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得胜别苦 每一个 圣道极乐世界 都是大善根 大福德 遇到是大因缘的 这三个都遇到了 你就成功了 我们今天 想一想 我们三个都遇到了 那要去不承认 懒散 懈怠 对这个世间 还有贪念 还不肯放下 要不是这些障碍 肯定一帆风顺 海鲜老后生 给我们表发 多了多少人 帮助多少人 坚定信心 无量功德了 老后生在世 没人认识他 那他绝不宣扬自己 走了以后 我们认识他 我们赶根了 这一宣扬 老后生 这一次到 我们这个地球 在我们中国 南洋 出现 影响到全世界 为我们做了 最好的证明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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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